很多15年前参与过救援的 武警北川中队官兵 已经离开了部队 但他们与驻地群众 结下的深厚情谊 永远记在彼此心中 在武警北川中队 这样刻骨铭心的故事数不胜数 那些原本并不相识的人们 也因为这场沉痛的灾难 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救助得比较及时 只是受了轻危的伤 然后救助我以后 救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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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就自己寻作声音 转进来董事里边 喊对方能够存在他的脚 保住他的脚能爬出来 这个时候突然就在山上 愚症拐了 差点把他埋到里边 在他出来之后呢 这愚症稍微小点他又跑进去 有去救那个老百姓 天摇地动的那一刻 贾达国和他的14名战友 在短短的42分钟内 成功组织了300多人避险疏散 救出伤员30人 而李东梅就是其中的一个 自己也是受武警官兵的影响 目前从事应急相关的管理工作 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回报社会 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感谢观看